你们两个是情侣吗 对呀 是的呀 你在外面不要乱说好吧 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不是答应了我要复合吗 我只是答应你会复合 但我没告诉你什么时间吗 具体的还要看你表现吗 那我应该怎么表现 首先第一点 你在外面话不要太多 第二点 你像昨天晚上打游戏 我跟我兄弟 你一直来烦我 第三个 你在外面稍微有点眼力见 不要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丢脸行不行 好的 我知道了 男生你是不是越来越过分了 没有的 他其实对我很好的平时 他怎么对你好 就是会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然后带我去呀 那这个费用你们是怎么 当然是他全部他付了呀 你看我抽出时间来陪他出去玩 那他出点钱又怎么了 而且他赚的还比我多 那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呀 是的 其实他压力很大的 而且我知道他要攒钱 为我们以后买房买车 行吧 那这样好了 我单独采访一下你们可以吗 可以 先采访我吧 可以吗 那我去给你买杯奶茶吧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我最近在健身不喝奶茶 我要喝水 你水有没有 其实我带了水的 但是我喝完了 真服你 那你赶紧去买啊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去 等我 你为啥对他这么好呀 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是应该各种对他好啊 而且他开心我也很开心呀 你们怎么分手了 还出来约会啊 哪有约会啊 出来吃顿饭而已 而且是他请客嘛 我就出来了 但你俩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是的呀 但是我觉得分手也可以复合的呀 而且我只要一直对他很好的话 他应该能感受到的 你觉得你们有多大的概率会复合啊 看情况嘛 就是因为他之前很胖 我带出去特别没有面子 现在还稍微瘦了一点嘛 他平时就喜欢喝这个水 你们要喝吗 我们不喝了 不喝了 好那我们走快点吧 他待会儿等着急生气了 我觉得你要是真不喜欢人家 你就别耽误人家女孩子 真的 你怎么这么说呢 就 首先是他一直追的我 他很喜欢我 完了他家里条件还不错 来了 哎呀你快点啊 你说你咋还给他拧上瓶盖了 一个男子自己不会搞嘛 没事没事 我就自己习惯了 天啊你对他是真好 哎是这样 我们节目呢有两个挑战 如果你们两个一起参加 挑战完成的话 就想要你们一个人一千块 怎么样 可以吗 那玩呗 刚好我想买一个键盘 两千块钱可以吧 可以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挑战 就是男生公主抱女生 对视十秒钟 好 搞这么亲密吗 啊你不愿意吗 玩一下吗 你买件吗 女生看到吗 怎么可能啊 我又不养鱼啊 来呗 啊那那女生手里东西要不放下 那是你帮他一下吗 自己有手不就行了吗 还要我帮他 什么人啊 几岁了 那你把衣服给我靠一下吧 我皮肤有点短 别动脏 好来吧来吧来吧 来你站那边 我 我 还这么轻松吗 点难动的没有 哎 好 快快手快一点 好好 什么你抱不动吗 你自己多重自己不知道吗 六 六 三 二 一 一 一 你说你怎么耳朵是红啊 好好好 这样我们第一个挑战你算成功了 男生你要休息一下吗 不用 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挑战 鼻尖碰鼻尖对视十秒钟 好呀好呀 这有点太过了吧 我问他又不是情侣现在 怎么 这不是为了奖金吗 对啊 都完成一半了 要不然待会我结束给你来送一下 你 真的吗 真的呀 那行吗 那好啊我们来 先碰一下 哦 哦 哈哈 这位男生好主动啊 八 五 二 一 可以啊可以啊 干嘛啊你怎么接人家脸呢 因为我真的想跟你复合吗 不是你干嘛 你干嘛 这位男生好主动啊 你是猴子胶啊 为什么感觉要站不住了吧你 六 二 一 哦可以可以啊 哦哦干嘛你怎么接人家脸呢 你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的 那我们现在和好听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吗 我保证就是以后好好减肥 然后好好打扮自己 让你在生活里面前有一点 那你说话说话 当然 好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啊 转身适选择 那你们两个就背靠背吧 等一下呢我会数五个数啊 如果你们愿意给对方一次机会的话 就在我倒数五秒后转过身 并且拥抱对方 四 三 二 一 请转身 哦 哦 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复合吗 不是你干嘛 我们俩分开买多久 搁到我两个闺蜜 当我是傻子吗 不是啊 我当时单身 我接触点女生怎么了嘛 不是你求着跟我复合的吗 我说的反话你没看出来吗 你不是爱面子吗 我就是找了这么多人来曝光你 看看你丑恶的嘴脸 看看以后谁敢跟你谈对象 你就是为了钱想跟我复合你 你以为我傻吗 你说什么呢 怎么样 我受到你心坎了 气急败坏了是吗 你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 我真服了